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大 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 不鏽鋼冷氣燃的生產過程及安裝 近年來冷氣安裝 造成了很多的重大公安以外 所以電器工會有訂定了一個 4YG安裝的標準作業流程 那如果沒有遵守它的規範 將來可能就會產生一個 不保固 不維修 甚至於開始慢慢的不安裝 這個標準作業流程其實已經訂定好幾年了 開始在落實了 也就是說你現在裝的冷氣 如果低於圍牆下面超過30公分 沒有這個安全護欄 可能三五年後 你的冷氣就沒有人會幫你維修 我們今天有一個案場 剛好就是要把冷氣室外機 安裝在女兒牆的外側下方 我們必須遵守電器工會的安全建議 然後施作一下冷氣欄 那冷氣欄不一定是不鏽鋼 也可以是鋁質這些的 它只要是一個安全防護 通通可以 這邊是我們的鋼鱗門窗工廠 那我們通常這些東西 都是自己生產加工 我們非常少委外 那為什麼沒有委外 是因為有一些原因 比如說我們自己用料 那像這個看起來可能沒有太大差別 但我們用料就是真的是1.0 1mm 如果我們委外的話 很可能就是0.85mm 所以我們習慣可以自己做的東西 我們盡量自己做 那首先我們尺寸出來之後 師傅就會開始 使用這一台水冷切割機 然後開始去切割這一些不鏽鋼材 剛剛師傅在這個不鏽鋼管上面 畫了很多線 那原因是我們現在要開始鑽孔 那為什麼要自己鑽孔 像這一整支 就是買來的便品 就是已經鑽好孔 它的距離是固定好的 那這有蠻多規格的 比較長背的大概就是這一種的 管子到管子10公分 那自己鑽的就有一個好處 我們可以去重新計算位置 那像這個 我們這個做起來是這樣子 那每一個洞的大小都可以一樣 師傅剛剛有稍微固定了一下框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把這個圓管 這個是六分圓管 全部穿過去之後 再把它固定起來 那現在應該可以大致上看出那個輪廓 這就是底部 然後前面就是正面 到時候我們就是翻起來 再加上旁邊的圓管 然後把它組裝起來 現在師傅要開始把它全部焊接住 其實這個工作非常辛苦 這個牆子外線 那像冷氣比較重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屋主再加一支鞋稱 這樣子 拉力會比較夠 那這個鞋稱有時候是燒在籃子裡面 有時候燒在籃子外面 這要看現場狀況來決定 現在扁鐵腳這一些也全部都好了 下一個步驟就是要送電解廠去電解 那我們看師傅整個影片的時間非常非常短 實際上再試做這個要一些時間 比如說要抓直腳 然後要抓對腳 沒有像影片中看的這麼的簡單 再加上這份工作非常的辛苦 那我們就等著電解回來之後去現場安裝 現在這個不鏽鋼藍就是已經組裝完成 然後也送電解 完成回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重新分配距離之後的距離 那每一格都一樣大 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像這邊8公分 第二格也是8公分 這下面一格也是8公分 那這樣子 看起來就非常的平均 如果我們今天用的是變平的話 有可能分配到完 這邊2公分 這邊2公分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一向都是自己另外重新鑽孔下去分配 燒起來非常漂亮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燒起來都非常的漂亮 燒起來都非常的漂亮 如果沒有加鋰層的話 大概就是靠這個鎖在牆壁去做支撐 我們這邊 因為下面現在是鋁板 我們現在要開一個來安裝這個不鏽鋼冷氣欄 燒起來 好燒起來 火燒起來 我給我用到尾巴 前面買到水 油 外面 金融 油 油 冷氣工會有要求 如果室外機裝於這個牆面下面 超過30公分 就必須要有這種所謂的防護措施 所以冷氣籃最近就開始大幅的被採用 像這個就是有加裝斜撐 那兼顧性就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修改 然後開了一個維修孔 像這個不鏽鋼籃就是為了放置這台冷氣 那將來冷氣如果故障 維修師傅就有辦法去維修 比較沒有安全上的顧慮 那像這邊也增加了一個置物籃 像這種置物籃它是屬於密閉的 那我們就會用這種 穿線式把手 這樣子 當然這個還可以再加支撐桿 改天我們有介紹整個下降置物箱的時候 再另外講解 那因為冷氣的不鏽鋼籃 它是屬於通風型的 那如果我們用那種的話 就是風大的時候就會 吹起來會扣扣扣扣 所以我們會用螺絲直接把它固定起來 那因為冷氣維修的機率其實不高 就正常的話 兩三年才會做保養 那以上就是不鏽鋼冷氣欄 安裝冷氣的一些分享 我們三星整合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sticking